女孩不信邪爬上的时候在别人坟前乱讲话 第二天就变成了死人的模样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夏日必备的消暑神剧 看成港版世界奇妙物语的奇幻潮之羡慕死人 影片开始这对情侣邀请朋友一起去踏青 这个大眼镜扎马尾的女孩就是故事的主角楼凤慈 中午因为贪吃所以导致出门迟到 男朋友阿牛却不以为然 还指着路上的漂亮女孩让他看 贪子觉得化妆穿衣打扮这种行为很做作 阿牛也不想和他发生争执 于是就没有再往下说了 两人和朋友们见面后 他们一起组队爬山 刚开始爬山的时候 每个人都活力满满 没过多久 他们下山的时候就听到一声尖叫 小伙伴和他们走散了 不小心走到了一个坟墓 故事从这里开始变得诡异起来了 方次发现 坟墓上照片中的女孩长得非常漂亮 阿牛感到非常疑惑 你不是不喜欢这种类型吗 旁边的一个男生缠了一句嘴 你这么喜欢 那你来当他吧 凤子说 要是能这么漂亮 可以成为他也很好啊 朋友们都觉得这里太善人了 所以催着大家快点离开 临走的时候 凤子还恋恋不舍地说 但他真的很漂亮啊 几天后 凤子和阿牛约好去看电影 迟到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来 男朋友担心他会出事的时候 他突然出现了 但是这次他想变了一个人 他剪了短发 穿着时髦 还化了妆 男朋友感到奇怪 平时从来不打扮的他 为什么突然开始化妆了 卢凤子说 就是突然想改变一下形象 他还拉着男朋友 一起去商场买了化妆品 还要去打耳洞 晚上回家后 一阵诡异的电话铃声响起后 房间里的光线 从黑色一点点变成绿色 凤子已经中邪了 他整个人像昏迷的样子 还在不停地流口水 这时 原本在客地里昏迷流口水的凤子 出现在了化妆台前 洗漱池上一片红色 但是应该不是血 更像是口红之类的化妆品 凤子开始自言自语地说 怎么化都化不像 他疯狂地弄断自己的指甲 还重复着刚刚的那句话 这天朋友们约凤子和他男朋友一起吃饭 凤子没来 说是因为化妆不想来了 朋友们表示非常震惊 一个男生说 如果一个女人突然180度转变 99.99%是喜欢上的另一个男人 0.01%是撞邪 所有人都觉得撞邪是不可能的 他们提前阿牛 小心自己被绿 晚上阿牛就来到凤子家找他 他从一辆出座车上下来 与上次那个短发情像完全不一样 他化了浓妆 闻了身 男朋友质问他 化这么浓的妆 到底是要想谁 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 凤子很烦躁地和他分手了 分手后他就去整容了 故事的结局 一个算命先生在路边算命 整容后的凤子朝他走过去 与此同时 一个看不到脸的女孩 挨着玫瑰朝坟墓走去 镜头另一边 沈算子让凤子写下自己的生辰八字 算命先生掐着一算 这个姓名和八字 加起来显示 迎受已尽 幻音刚落 算命摊前已经空无一人 原来凤子写下的名字是张佩佩 而坟墓上的照片 已经变成了卢凤子 两个人在那次爬山的时候 交换了身份 看完电影 苗妹真的想提醒大家 东西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讲 羡慕别人 不如都欣赏自己 好了 本期电影就到这里 我是苗妹 把电影当故事讲给你听 关注苗妹说电影